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温哥华天空新闻 今天是3月8日星期五 我是依萨 买了温哥华最便宜的房子 如今居住却感到无比恐慌 在温哥华市中心的核心地段 有相当一部分的房屋属于租赁产权 这些房屋的售价都相当便宜 租约通常是几十年预付 一切看起来都很好 然而最近一批居民却面临大麻烦 由于建筑物的维护成本激增 业主将面临翻三倍的管理费 这无疑让人感到无比恐慌 与所有租赁产权的房子一样 它被宣传为一种可负担性的住房形式 房价相当便宜 居住在这里的业主 很多都是依靠低收入 或固定收入生活的老年人 让他们短时间内 拿出这么一大笔钱不太可能 于是这造成了一种恐慌和绝望的感觉 有些人被迫出售房屋或面临破产 大约六周前 一座建于1968年的租赁产权建筑的持有者 向所有房主们发出一份通知 要求对每个单元进行25000元的特别评估 在业主已经支付每月800元的管理费用之上 从3月开始 每月再增加2200加元的额外费用 并要求立即马上必须给出未来12个月的支票 此外通知中还说 未来三年还会有几次类似的大型评估 这座建筑是一个27层的塔楼 拥有193个单元 这种评估费用的飙涨 让这些低收入业主们一下陷入了困境 这些购买租赁产权的所有者 基本上一次性支付了一笔费用 这是一种多年期的预付租金形式 允许他们在租赁期限内居住 租赁期通常长达99年 大多数租赁合同始于1974年 是在公平租金管制立法后形成的 与分层业主和其他长期租户不同 管理这些租赁安排的私人合同 是不受住宅租赁法的任何立法或任何规定的管辖 不过总体而言 这种类型的房屋在BC省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 尽管如此 这20栋建筑确实为约4000名居民提供了约2000套住房 并且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是一种更经济实惠的住房选择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建筑物的产权持有者 拥有做出所有决定的唯一权利 包括每月维护费建筑物改善项目的时间和范围 停车规则批准或拒绝进入公共区域的决定等 成租人如有任何意义 只能诉主法院来解决大大小小的纠纷 但他们对此持谨慎态度 因为房东会向租赁者收取法律费用 作为必须由成租人支付的运营费用 近年来在大多数建筑物中的法律费用增加了一倍以上 这栋大楼的持有者说增加成本和费用是合理的 由于自COVID-19以来 这些费用大幅上涨了40%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透明度 BC省租房者联络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住房厅正在倾听长期住宅成租人面临的问题 逮捕工作人员正在关注整个事件 包括相关的法院裁决 并将继续探索其他途径来扩大 对潜在买家和成租人的保护 那些依靠固定收入的老年人 应该在家里感到安全和有保障 因此该部门将更好地了解 长期住宅成租人的担忧 并评估和扩大对受影响个人保护的可能措施 加拿大下月三项费用上涨 三笔福利金到账 从下个月开始 加拿大一些产品的税收将增加 同时供应链问题将影响某些食品的供应 以下是即将在4月1日涨价的物品 一 碳税 汽油和天然气 从4月1日开始 加拿大人 每升汽油和每立方升天然气的价格都将上涨 因为联邦碳税增加 使全国汽油的成本将从之前的每升11.05分 上涨到14.3分至17.6分不等 汽油涨价对加拿大人的影响会略有不同 具体取决于他们居住的省份 预计BC省居民每升汽油将多支付17分 每升柴油21分和每立方天然气15分 这是新的税收上涨 相比之下 魁北克的纳税人出于特殊的碳税协议下 这意味着他们将支付稍少一些 而萨省的纳税人将不必为电取暖支付碳税 二 酒精 啤酒 葡萄酒和烈酒的酒精逼增税将增加 从2024年4月1日开始 联邦对酒精消费税将增加4.7% 据报道统计 这将使纳税人在未来一年支付大约1亿加元 三 生菜 尽管通货膨胀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下 显示出放缓的迹象 但加拿大的食品价格继续居高不下 去年秋天 同一地区的生菜作物受到病毒影响 造成卷心生菜和肠业生菜严重短缺 当时超市出售的包装生菜价格一度涨到12.99美包 翻了三四倍 与此同时加拿大人可以在4月收到三笔不同的福利金 大家注意在以下到账日期查看账户 消费税退税4月5日 碳税退税4月15日 牛奶金4月19日 值得一提的是 加拿大今年总共有6大福利金会定期自动到账 大家注意留意日期并及时查看账户 未收到付款请在付款日期后的五个工作之内联系CRA 查彩票 BC有人中5800万投奖 大文两人中50万奖金 如果你在线购买了周三乐透649的彩票 赶快去检查您的号码 BC彩票公司表示 一张彩票与所有十位数字完全匹配 赢得了5800万加元的金球大奖 BCLC指出 这是通过该省合法收监馆的赌博网站 playnow.com在线购买彩票所赢得的最大投奖 中奖号码为18041531-05 从彩票上打印的抽奖日期算计 获奖者将有52周的时间前来领取奖金 乐透649抽奖每周三和周六进行 该公司表示 2023年已兑换了超过1.2亿加元的乐透649奖金 2月16日和3月1日 在该市购买的两张乐透MAX抽奖彩票 正确匹配了所有四个额外奖金号码 每张都赢得了50万加元 目前尚不清楚中奖彩票是在哪里购买的 也不知道两张六位数的支票是否已被领取 购买中奖彩票的具体零售地点 以及中奖者姓名 将在中奖者领取奖金后公布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带您分钟了解最真实最新鲜的北美资讯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